好了,接著就做了這條 它就有一個cruped polynomial 將它除x加2的時候就會是 remainter 50 除x加2的時候會是5-52 接著divisible by 2x加2加9x加14 所以叫我們找回 quotient when px divided by這個 好了,我們直接就lap px 就等於 quotient 因為它是一個三次方式 所以它的 quotient就是一個一次方式 好了,我們知道除x加1的時候 remainter 50 所以說什麼呢? p1會等於a加b乘2 2加9加14就是25 那就會等於50 所以呢,a加b就等於2 叫它做一式 好了,p-2 當它除x加2的時候 它就會是-52 好,那代下去了 -2a加b 再乘2的square4 4月8,8-18就 8-18就-10,-10加4 a就是4 那就會等於-52 那代下去 -2a加b呢 就會等於-13 那這個我們叫二式 好了,那將一式 減二式 就會得出了3a 等於15 a就等於5了 a等於5,b就會等於-3了 好,那代表 the quotient is 5x-3 那就做好了 好了,跟著它就說了 How many rational roots does the equation px 等於0 have? 好了,那我們做一做句了 好了,px等於5x-3 乘以2x2加9x加14 好了,那我們consider 2x2加9x加14 那delta呢,等於9x2 -4乘以14 那呢,就會等於-31 是小過0的 那所以呢 2x2加9x加14 等於0 has low real roots OK? has low real roots 那整條式px呢 等於0的時候 x只等於3 over roots 這個就是real root 來的 所以呢 Therefore dx等於0 as 1 rational roots 等於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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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